长恒受天罚下凡历劫 东方青苍趁机求婚小兰花 生下儿子小苍兰 小兰花因私藏魔尊东方青苍 受到了云中军的惩罚 关键时刻东方青苍现身 将小兰花护在了身后 替小兰花挡下了致命的遗迹 东方青苍将小兰花强行带回了魔族 长恒先军为了将小兰花救回 想要孤身一人独闯魔族 没想到却遭到了云中军的阻止 云中军知道长恒先军对小兰花的爱意 为了不让长恒先军犯险 云中军下令将长恒先军囚禁 但长恒先军担心小兰花会有危险 于是找到了丹音仙子护换身体 长恒先军来到魔族找到了小兰花 却没想到亲眼看见小兰花和东方青苍接吻 长恒先军彻底绝望了 回到天界的长恒先军被云中军发现 私自逃出永泉宫的事情 云中军暴怒将长恒先军发现了凡间 小兰花在得知长恒先军 是因为自己被城下界后 于是来到了凡间寻找长恒先军 东方青苍知道后 也跟着小兰花来到了凡间 在长恒看见小兰花的时候 就喜欢上了小兰花 长恒一干往日的沉闷 大胆追爱小兰花 可小兰花早就放下了对长恒的爱意 在和东方青苍相处的过程中 小兰花喜欢上了东方青苍 东方青苍趁即向小兰花求婚 小兰花答应了东方青苍 俩人在人间完成了大婚 小兰花为东方青苍还剩下了 一个可爱的儿子小苍兰 一家三口在凡间过起了平凡的生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